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家好 今天歡迎收看小明星 全超人最強之男喔 那最近的話 基本上因為我們有了爺爺 跟我們殭屍男以後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的 排位在這邊的話 整個整體的那個就是 大家的組成隊伍又不一樣了 因為蠻多人的話 以前都是玩一撲流的嘛 但是現在的話基本上 每一個人都會帶上一隻我們殭屍男喔 那殭屍男這邊的話 大家之前有跟哲平推薦就是我們的 就是那個... 核彈King喔 所以最近的話 哲平在打我們實施對戰的時候 哲平都是用我們的這個... 核彈King這樣子喔 那這幾天的話我應該會找時間 來把我上面這些卷子給他抽完啦 我不知道那個時候我幹嘛存這麼多這個卷子 不知道在幹嘛 因為目前來說大家就是每一個角色的那個... 能力基本上都已經就是配上很多那個主件了 但是這邊的話 因為我們有很多那個主件卷都還沒抽啦 所以大概明天吧 明天來抽一下我們主件卷看一下 三百多張能夠抽到一些好的東西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因為我們本週限免了 就禁用角色是我們的深海王啦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大概就是用一下我們那個... 殭屍男的隊伍喔 那所以來說哲平的組成的話就是 看一下能不能留到我們的就是那個... 金屬騎士 所以我這邊的話會把我們的毒腳先跟我們就是... 呃... 也跟我們就是... 金屬騎士三個一起選 讓他們BAN 那... 大家基本上都會BAN我們的就是那個... 爺爺啦 欸他居然不BAN我金屬騎士是不是 那這邊的話BAN金屬騎士的話 我們就格鬥角色全部給他上來 然後再... 再開一個龍捲這樣子喔 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如果他不給我們... 他把龍捲BAN掉的話 我們就一樣就是用我們那個就可以了 反正主要來說 目前來說就是要把殭屍男跟我們KING都放上去就對了 OK 他留我們那個... 龍捲喔 那我們就這樣子然後再配上我們的KING 這樣基本上的話就可以打一個不錯的一個傷害流了 然後... 再開我們就是那個... 殭屍男的那個就是核心這樣子喔 就像現在大家基本上每一個都會開上我們這樣子啦 就是... 用我們的就是那個... 呃... 大男陣型啦 再配上我們殭屍男 然後再用邦伍古來就是用一個護盾這樣子 然後... 因為目前來說他的那個核心... 殭屍男的核心需要開啟的東西就比較少 所以大家基本上就還蠻容易可以施放的喔 好 這邊的話呢 我最近都比較懶啦 所以我都是開自動戰鬥喔 好 這邊全部都架起來了 那我們就直接來一個這個 直接來一個那個... KING的那個大招喔 直接用他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我們就要開始扛一大波的傷害喔 因為我們鎖住他大招啦 所以也不用擔心 然後我們這邊殭屍男死了 可以再就是復活喔 然後我們直接龍捲直接開炸 那最好的話就是用那個就是金屬騎士啦 因為金屬騎士的話他的核彈發射的話 飛彈發射基本上是可以就是... 呃... 讓對方有受傷的效果 而且有金屬騎士的話基本上就是 對方只要受傷喔 我們攻擊力就會再提升這樣 所以一開始的話就是... 大家基本上都會BAN爺爺啊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剛剛BAN我的那個... 金屬騎士喔 那他如果在BAN我們金屬騎士的話 我們一樣就是用剛剛的方法 就是一樣用龍捲這樣子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會選擇把... 背心大師給他BAN掉 他應該會BAN爺爺 對 BAN爺爺是正常的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 因為已經有金屬騎士了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就放三隻這個... 格鬥角色給他上場喔 基本上是沒什麼問題 就放大男啊 放大男上去然後給我們就是那個... 殭屍男開一下那個就是聯組 然後在待會的話就是他BAN完我角色之後 我再放一下殭屍男跟那個... 就沒有問題了 放個那個殭屍男跟我們的King喔 這樣就組成了就是我們的核彈King好不好 這樣就沒有問題 而且目前來說這套隊我覺得打起來還算是蠻爽的原因 是因為他這個就是實時對戰賽的話 每一隻角色都是最滿等的喔 就是他們會看就是角色的那個就是... 就是單純的能力 他們不會吃裝備 所以基本上就可以打出一個很不錯的效果 那這邊的話我們速度有放那個速度組件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的King就是在我們的金屬騎士後面 這樣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那個局面喔 好一開始就輪到我們先炸了喔 這邊直接先炸一波 炸下去之後呢 我們待會再用我們的King再炸一下喔 這邊就可以炸兩波 然後還鎖他們技能有沒有 直接炸到剩下一半血了 所以就很不錯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又沒有能量可以開大招 我們就會很爽這樣子喔 但他們一樣帶上的是我們殭屍男的核心啦 所以殭屍男的核心這邊的話 就可以一直回血這樣 但是我們這邊完完全就是硬邦邦的一個大男 所以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就慢慢的給他繼續打下去就可以了 好先揍掉他們的蛇蛇犬 然後吸阿嬤吸起來回血 黃金球再見有沒有 這邊你看這血量回的超級無敵快的 等於是沒有受傷有沒有 直接打掉就可以了 所以目前來說我都用這套來打我們 就是實時排位賽 因為在這之前的話 就是我沒有看到對面在用角色的時候 我基本上都還是用我們一波流 但是一波流的話現在已經 已經退流行了你知道嗎 完全沒辦法用了 因為現在基本上每一個人都有一隻殭屍男 然後再配上爺爺的話 每一個都可以就是一直復活一直起來 那根本就沒辦法用我們一波流把他們給刷掉喔 所以目前來說就是用這個 核彈KING的這個組合 我覺得在打這個實時排位賽的時候 還算是還蠻不錯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我們的KING 跟我們的殭屍男這種組合的話 還有金屬騎士的話 你們是可以考慮來用這招喔 那因為我們打到1900倍的時候 就會有選Ban角的制度啦 所以成平這邊的話就是用三隻去給他選 因為爺爺被Ban掉的話也沒有關係 至少我們有拿到金屬騎士就可以 那如果也沒有Ban掉然後留下爺爺的話 基本上我們可以下一隻換龍拳給他這樣子喔 因為基本上大家都會Ban掉我們的那個 背心大師那些角色啦 所以他們就不太會就是 你有沒有這邊要Ban掉爺爺了 那我們就格鬥角色全上這樣子 那基本上他們都會Ban背心大師 不會Ban那個就是我們的囚犯 但囚犯基本上也算是還蠻坦的喔 所以他們就是要在背心大師跟我們的那個 超合金黑光裡面選一隻喔 那這邊基本上他們都是會Ban掉那個背心大師的 所以盡可能的就是 呃...留下我們的那個金屬騎士 然後最後的話再選我們的殭屍男跟King 這樣基本上就可以打出一個不錯的效果 然後我們的速度也是很快的這樣子喔 然後這邊的話呢 把爺爺Ban掉 他們就沒有這麼多的那個盾牌 可以擋住我們那個一波的攻擊囉 OK 沒問題這邊的話就 繼續來一個那個核彈King 那爺爺這邊比較麻煩 就是一波流這邊的話 他就可以擋住很多一些傷害 因為他會叫護盾出來嘛 但是我們這邊把他也Ban掉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可以直接用我們就是 飛彈發射跟那個就是 那個王之震懾給他打掉囉 哇 這邊 他如果一開始就直接把King給揍爆 沒有沒有沒有 他打的是那個 他居然打那個囚犯 他應該也是開自動吧 大家現在打的都很懶你知道嗎 就是都開自動這樣 他今天如果 剛剛瞄準我們的King打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比較麻煩 看這邊一炸都可以炸到一半耶 所以其實我覺得核彈King這個隊伍的話 真的觀眾推薦的是 有他的那個厲害所在的喔 這炸下去就是直接整隊掃一半血 真的是很厲害有沒有 但殭屍男這邊可以一直回啦 我覺得之後的話應該就是在等我們 就是那個 就是爺爺隊部隊的那幾隻角色出來 比如說我們那個 後來好像鳳凰男嘛 因為鳳凰男不死鳥 好像也可以一直復活嘛對不對 所以他跟我們的這個 殭屍男搭配應該也是還蠻厲害的喔 因為那時候看那個就是不錄玩的時候 他好像是有放那個 鳳凰男吧 超級回碟流的意思是不是 這感覺蠻厲害的 棒的啊 OK先炸掉他那個 打後排的那個 假面喔沒有問題 然後這邊開始那個直接炸 喔他棄權了 所以目前這套隊伍來說的話 真的是打的還蠻輕鬆的啦 然後 因為這個模式的話喔 實時排位賽模式的話 最高就是我們2800分 那打上去的話 你可能就是領更多的這個 這個每日的這個100鑽啊 跟這個三戰獎勵的這個500的這個碎片 跟我們那個首戰獎勵 所以 基本上哲平都是打到我們2800分之後 就不會再一直往上打上去 因為打上去沒有什麼意義啦 就算有那個排名的話 他也不會多給你東西 所以 基本上就 就是大家 這個 這個遊戲基本上有很多東西 就是蠻推薦大家可以就是去那個 去每天去打的喔 就是去拿的 這樣基本上 其實打完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拿到很多的鑽石 跟我們一些東西這樣子 就會 會比較 比較有一些支援啦 所以 像我最近的話 基本上 我平常沒有 就是我 很多角色都有了嘛 對不對 那 我沒有在就是抽東西的時候 我會發現我的鑽石 其實很快就可以存到我們 就是那個 存到我們就是1萬多鑽喔 其實還算是蠻夠用的 那 就是在我們就是要買黑券的時候啊 或是幹嘛的時候 要花一點錢來買這樣子而已喔 我居然有一個墨山 哇靠 喔好險 用個墨山那個踢腳 嚇死我 我想說一踢我的那個獨角 可能就會爆炸就好險沒有喔 好 這邊的話應該又可以炸到一半了 所以 這個組合我覺得真的是還蠻噁心的喔 因為 這邊的話我們的金屬騎士 打出去之後讓別人受傷 然後受傷的話 我們會增加我們的那個傷害 然後 這邊的話再配上我們的 KING的這個全體的這個 所技能再配上我們就是攻擊 感覺真的是 頂不錯的喔 哇 騎阿嬤打過來了 但是我們這邊有超級合金黑光啦 這超合金黑光是我們之前抽 殭屍男的時候有抽到的 所以算是 乖的還不錯喔 我自己個人是還蠻開心的喔 這場感覺沒有這麽樂觀喔 這沒有這麽樂觀喔 加油喔 揍誰揍誰 揍地底王沒有問題 然後他應該就沒有辦法了吧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接下來就是 那個 金屬騎士加KING在一波炸 但比較麻煩是獨角現在還沒死喔 獨角現在沒死的話就真的比較 麻煩一點點 來看一下喔 這個KING炸下去真的是 是世界歪痛啦 世界歪痛 好 這邊的話直接 用我們的殭屍男 然後用掉了我們那個 超合金黑光喔 喔 好險這邊 他沒有把我們這邊打死的話 嗚 等一下 我們掛了 完了 他要直接打後面的了 但他應該會 欸沒有 他沒有用原子彈 他應該要用西亞嘛 然後揍掉我們的金屬騎士 哇 那這樣他應該會贏喔 他應該會贏 我們這邊 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喔 最後後排 最後後排這邊 那個 布區黑光還在喔 這邊少了那個金屬騎士那個 好像就有點 有點 有點麻煩了 喔 喔 他應該在吸阿嬤一隻吧 但是應該沒辦法吸死我們了 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吸不死 應該是吸不死 對 吸不死 然後我們這邊 不斷地在復活 然後先揍掉他黑光 好 黑光被揍掉了 然後 再來我們就繼續 因為我記得這招我們可以回血喔 哇 這邊 也是蠻尷尬的喔 完了完了 我覺得我們會輸 這場我們應該會輸喔 哇 這獨角仙 這獨角仙麻煩了好不好 但是我覺得這套的勝率 真的也是頗高啦 所以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但是殭屍男這個 真的就是 改變了整個那個 實時排位賽的一個那個 角色喔 就是全部人就是 要用他的感覺 所以 大家的話我真是蠻推薦 當初的話就是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把 殭屍男給他抽出來 因為真的是太好用了 他打任何模式都非常好用 然後又可以復活 而且 五星的話可以復活六次 真的是有夠誇張的感覺囉 好 那大家現在目前打我們這個 排位賽的話 都用什麼隊伍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那覺得我們這個核彈KING的這個 殭屍男隊伍好像真的還不錯的話 可以幫我們片點個喜歡囉 那明天照片 中午的時候點個晚上 點個晚上 其他影片給大家看一下啦 那繼續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